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需要低吸薄膜口罩来保护我们呢 那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口罩啊 大致上都是属于这种的 一般的医用口罩 那医用口罩呢 不管它的外面外层呢 是蓝色绿色粉红色 或者其他的颜色都是一样的 当我们拆解这个医用口罩的时候呢 其实您可以看到 它中间所使用的绿材呢 是这一块 那我们称为它是静电浓喷的绿材 那它的做法呢 是在这块不支部上面 去附加了比较多的静电 静电来吸附粉层 可是静电怕湿气 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这个口罩戴在嘴巴上面 我们都会讲话 讲话都有湿气出来 所以当这些湿气遇到了静电 静电它就会慢慢的降解 所以随着时间的增长 这个口罩 它可以保护到我们的效果 就会变得越来越差 那现在我们低吸薄膜口罩呢 我们所采用的就是以薄膜的部分 来取代掉静电溶喷的这个静电绿材 那当我们拆解我们的低吸薄膜口罩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薄膜 我们纯粹是采用物理性的概念来进行隔绝 所以它不怕湿气也不会随着时间越放越久 它的过去效果就越来越差 那大家会想要知道说 那这样子的低吸薄膜口罩跟一般的医用口罩 它的效果差在哪里 我们今天帮大家准备了一张例子图 可以来让大家参考一下 一般的医用口罩呢 它的规范其实是规范到PM3以上的东西 以上的例子 也就是说它是规范细菌以上的例子 包括是灰尘 尘蚂或是花粉等等的 但是对人体真的有害的呢 其实是PM2.5以下的这些细旋服为例 这些细旋服为例呢 它会进到我们人体的肺部的肺泡 甚至在PM1的部分呢 它会进到我们的血液里面 扩散到全身 而且这些细旋服为例 其实是进到我们体内之后 它就出不来的 低吸薄膜口罩呢 我们在仿岩所用PM0.075的大小 我们做了测试 那以0.075的大小 我们还有99%的过滤效能 那大家可能会想说 用0.075的大小 还有99%以上的过滤效能 那是不是跟N95的口罩 差不多一样等级的呢 没有错 N95它的测试方法也是用PM0.075的例子来测试 那这个口罩必须具有95%以上的过滤效能 它就可以称为N95等级 可是大家可能没有想过 为什么它是用N呢 大家只是觉得N95讲得很顺 其实N95的N呢 它代表是Long Oil Proof 也就是它没有办法吸附油性例子 哪些东西算是油性例子呢 就包括是说我们的汽机车排放飞烟 工厂的排放飞烟 或者是餐厅的油烟等等 那这些油烟呢 它其实会黏着在我们PM2.5的这些细旋浮为例上面 那让这些细旋浮为例成为油性的 油性的部分呢 它就会破坏静电绿彩本身的静电 所以就造成是说 这个静电绿彩 它是没有办法吸附油性例子的 所以就是说 N95这个口罩 它虽然有95%以上 0.075的过滤效果 可是它针对油性例子的部分 它其实是变得比较弱的 那针对油性例子的部分 DC伯母口罩呢 我们将我们的口罩送到美国 Nielson Lab去进行油性例子的检测 Nielson Lab其实就类似台湾的纺织所 在美国针对口罩的检测 其实是非常权威的 所以我们在DOP油性例子检测的时候 在美国Nielson Lab的检测报告 油性例子的过滤效果是大于95%的 那此外在病毒跟细菌的部分 我们也是送到美国Nielson Lab去进行检测 那同样的检测报告都 病毒的测试报告都 过滤效果都有达到99%以上 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选择DC伯母口罩 除了给你安心的呼吸 更可以给你更多的保障 谢谢